大家還記不記得18歲的自己是怎樣呢? 繼續讀書?還是開始出來做事賺食? 其實時代不同了 人都不只是一種身份 現在潮流輕slasher 以下這位熱血青年除了是小店老闆 也是長板和劍球的愛好者 他還有心到去進全港93個港鐵站 show off自己的劍球技術 兼且拍片留念 其實我喝太多了 真的純粹是想拍就拍 是啦 沒錯 拍了應該整條全灣線 但是大半條可能金鐘中環那些不算 但是會可惜 但是... 摔了電話下海 就真是... 找不到資料就找不到 剛剛一拍的時候 沒有什麼概念的時候 會是... 但可能有些... 又要重拍 可能在一些比較遠的地方 我住大陸可能是比較遠的地方 或者比較遠的地方 其實現在出關堂還是遙遠的地方 其實可能有些美股要重拍 那時候又要去重拍 嗯... 很... 我覺得這些是趣事 可能大家都是心急的 有一次可能挑戰是 可以交同一班車上下 即是一開拍拍拍拍拍然後馬上回車 但試過一次後 唉喲 鬆懶了 然後就慢慢拍拍 可能不少人只是當港鐵是交通工具 叉燒自己都不例外 不過當他拍攝完這段港鐵站劍球片之後 就覺得其實很多港鐵站都有他的特色 又或者不為人知的不變之處 有毛筆那些都是西影盤上橫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的 可能你說藍田 掌棕楼那些都會有 我覺得最麻煩不是流湖羅馬州 就是拍開的 其實最麻煩的是機場和博覽那條線 機場快線其實是很麻煩和很貴 你不搭飛機的情況下 你搭一串機場快線 但是你機場快線是不可以 不可以是就這樣出入 不可以你去繞一繞很遠 你一定是附近乘車的 一定要是搭那條線 直接收你錢就麻煩很多 叉燒去雲泉港鐵站拍攝劍球影片 或者有人會覺得很無聊 但是正所謂青春無價 這位slasher就對自己的行為 有不同的看法 人生無悔 得意氣一點的事 就是有幾可人會去93個鐵站 其實可能是港島人的 你會熟了港島區的所有一個站 你知覺的你會熟了紅色線 但是如果你可能再遠一點 可能你知覺就不會熟了將軍道 甚至你連去都沒去過 那我覺得 什麼都試一下 那就是 什麼都試一下的事 你連去做 那麼多的請看 真的嗎 謝謝大家 我過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